今次這個節目 我真的有很多內幕 我發哥 不要緊了 過了幾十年加上 阿萊哥 找我上來 就爆點內幕給你聽 二問 你說要走我來香港 你去香港 我不妨你發達 要簽一個劇志書 在合約期間之前 如果假如回來香港 無論要轉去什麼職業都好 你一定才得到 TVB新聞部的同意 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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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一定會喜歡看TTT這個節目 記住 喜歡的話 下面的同色就是病原 沒錯 這個人超級大傻仔 你這波 你都不是想叫路門 你怎麼到的 老友 你真的懂得用導航嗎 現在我們開始要準備 下一部份的工作 現在你做評論員 很多時候有很多無厘頭的事情 其實是否都是學阿盲 和阿聖的性格有關 你自己無厘頭 我自己無厘頭 阿盲教你不是無厘頭 阿盲那些不是無厘頭 他是有厘頭的 他的表達方式是一種很另類 有一種言中有物的方式 不是隨便胡亂說 我們這些有時候說得難聽些 難夾 人家聽到過癮 那些就是煞萬嬌 聽完就不會留下什麼印象 或者說 比如說 你講一句我講一句 大家講些不來不來不去的事情 但是呢 講真一句 都希望這些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做體育主播 都要拿捏那個時間性 拿得很準 通常這些情況出現 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 叫做 不是那麼精彩的時段 比如說一場波90分鐘 你不可能90分鐘 斷斷高潮 當然有些會沉悶的時間 或者是其他項目都好 有間長的時間 通常我們都盡量 在那些時間裏面 給多些娛樂性 你可以說是攪爛幾天 或者是無厘頭 但是就不會是成為那個主題 但我希望 這件事可以令到大家聽起來更加開心 即是可以是很貼近一個人的生活化 但又不是說很粗皮的 這樣才是這件事就不容易做得出來 就是開心的最重要 是的 開心 但是講到開心 其實你在香港的生活都很開心 為什麼無端端移民了去新加坡 新加坡更開心 很被動的 今次這個節目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內幕 反而不緊 過了幾十年 加上來 阿萊哥 找到我上來 就爆些內幕給你聽 是 要聽 當年來說 不是說我自己要走 是我的親戚在新加坡 搞生意 叫我們過去幫忙 叫了很多次 都沒有過去幫忙 好了 叫完又叫 終於我老婆終於過去了 那就過去了 回去TVB 聽老婆說 不是我回去TVB弟子 聽老婆說沒用的 如果人家TVB不放走 那時候我還有約 還有兩年約 還有兩年約 才約滿TVB的新聞報 當時 June Tan 是坐桌的 即是渣飛人 我進去 我說June 我要辭職就走了 你睡了 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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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轉煩惑 不是說有親戚 我老婆想搞移民 我要走了 搞移民 移民 你說要走 我離開香港 我不妨礙你發達 但當年定下了一些比較 苛刻的條件 包括要簽一個協議書 在合約期滿之前 如果假如回來香港 無論要轉去什麼職業都好 你一定要先得到TVB新聞報的同意 才可以找第二份工作 第二件事 你現在這個空缺走完之後 你要幫我找人回來 你坐你的空缺 有人接你的工作 你才可以走 哇 要找一個又是賺爆鏡的人 很難找的 當時我已經有少少玉樹林峰 玉樹林峰 有少少玉樹林峰 玉樹林峰 玉樹林峰 有一個現在都是從業員 都是在電子傳媒 還在做的 我先不要去他的名字 免得他還在做這一行 但我知道他一向都跟我說 很想過來 當時他在旁邊的亞記 說一下大家猜到誰 他很想過來 我跟尹公子 尹錦輝說 幫幫忙 大家兩兄弟幫我量度好他 我說我又知道他是想過來 我們兩兄弟說 我們兩個自己量度好他 不要告訴阿曼 到現在 抱歉阿曼 你一再天成 你都未知這件事 是我和尹公輝兩個人 夾手夾腳 串連當時在隔壁台那個 跟他談完 說他肯過來 他都辭職了 就拔了他過來 然後我才脫身 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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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結果就去了新加坡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關不關 我想羅來哥都是這樣 大家做了一行 我們這個job 經常到處飛 這裡去 那裡去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地方 我自己是不習慣的 我都沒問題 今天過去就過去了 過了之後 其實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不用的 因為我本身太太在那邊 梁家那邊都有很多親戚 而且過去那邊 不是自己兩手摸摸地過去 是那邊有工作的 要工作的 都已經排滿了 不會說不適應 還有 我都說了 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奇奇怪 我走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行業 轉那個行業 是一個關於紙品製造廠 就是造紙廠 完全是脫離了體育 就是傳播媒介 是完全脫離了 我甚至乎這樣說 我沒有帶走任何當時 我自己留在身邊 關於工作上 就是體育那邊的事情 就是你通常一個人做這麼多年 你當然有些資料放在那裡 有些什麼東西留下 有些什麼採訪證也好 那時候我完全不想 打算不做分工 根本完全想著是不會做這行 走的 是不會做這行的 好了 那就過去了 但是 殊不知 一過到去 有新加坡的朋友 我想 阿萊哥都知道 其實八九十年代 新加坡的電視台 是請了很多很多TVB的人 過去的 那時候就是八九年之後 很多就是TVB 或者香港的傳媒人士 就過了那邊 沒錯 做當地的電視台 沒錯 那我去到的時間 大家都是 電視台的同事 有些朋友介紹 又知道過去 大家有聯絡 好了聯絡之後 那他們 新加坡的電視台 和電台 他們也都說 想找一些 熟這個行業的人 在新加坡 純粹是嚇吊的 不是說全職 就是這樣 有空有意就過去 所以我曾經是講過 新加坡足球聯賽 又講過 就是東南亞運動會 但是 我是用華語 就是國語 就是普通話講的 當時也罵出不少少話 因為大家用詞 用語是不一樣的 是 所以變成 都可以了 他都挺過癮的 這個香港人過來 用香港式的華語 和普通話來講 那邊的東西 那邊的體育節目 那邊的體育節目 就 偶然之間去嚇吊一下 真的陰差陽錯了 突然之間有一天 我記得是94年來的 94年的下半年 我在外面吃午餐 突然間打電話 喂 我們想找你幫忙做我們的體育主播 我說什麼 ESPN 我說什麼叫ESPN 我聽了沒有聽過 那時候沒有聽過 94年 他們根本沒有進來亞洲市場 你不是又不好 不可以怪我自己 我們那時候做買賣節目 我們就知道 ESPN是美國最大的體育店 但當時節目沒有很廣泛 才進來亞洲市場 沒有單獨的頻道 是的 我們做開體育節目買賣就知道 那時候我跟他說了 我已經脫離了體育的 沒有特別關注 我說什麼來的 什麼ESPN 是什麼東西 他說 你上來辦公室 大家聊聊 結果 在這個情況下 令到我脫離了差不多 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 沒有在體育裡 完全沒有接觸到香港體育的事情 被他拔回體育的主播行列當中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是說 陰差洋錯 是的 真的陰差洋錯 但如果原來這樣說 如果對一個新移民來說 如果他沒有這種背景 他要去到新加坡移民的話 其實那個心態 因為你後期都做很多這些 跟人買賣樓 其實那個心態應該怎麼準備呢 如果他真是新加坡移民 其實都可以說分開了三個階段 最高峰期當然就是在八九年之後 一路過大概十年八年左右 因為那一剎那來講 新加坡的政府 在當時接收了很多香港這邊移民的申請 但去不去呢 又不是說一定全部去了 其實去的又不是說百分之一百 我想給我的感覺上 可能一半左右 因為當時申請的門檻是比較低的 特意給香港人去 就是將它降到很低的 但是就當時不是那麼多人去 好了到期後 當這個數額差不多夠 他們就差不多停定了 我估計都有差不多十年八年 他們是將那個移民的申請標準 提到很高很高 比我的感覺上 高到根本上就不需要申請 基本上不會批的了 但是一個新的情況 就在去年重新推出了 體育TFT的朋友 要大家幫忙 看到下面有一個紅色按鈕 訂閱或訂閱 按一下 就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